去年5月 全球人民生活在疫情的阴影之下 时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却公然宣布退出世卫组织 在美国新政府拜登上台之后 却立刻重返世卫 原以为美国会履行大国担当 为全球抗疫做出贡献 结果却截然相反 近期美国重新炒作病毒实验室泄漏论攻击中国 甚至使用威胁恐吓等手段向世卫组织施压 今天的试问美式病毒溯源 我们来看美国对待世卫组织的态度 为什么突然转变 拜登就任后 一方面试图修复特朗普时期的一些不当政策 对美国造成的影响 一方面重新扛起所谓的多边主义大旗 而重返世卫组织就是拜登的重要的一步棋 对于拜登政府来说 并不是说他看到世卫组织对于全球抗疫 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而是美国希望通过重回世卫组织增强自己的影响力 来消除中国在抗疫过程当中取得成绩 所带给中国的积极正面的影响 来矮化中国的形象 通过一种走捷径的方式来对中国进行打压 所以重回世卫组织 这其实是一种假的多边主义 伪多边主义 美国重返世卫组织之后 并没有用一些务实的手段来支持世卫组织 在全球抗疫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而是试图绑架世卫组织 在病毒溯源方面对中国进行打压 把世卫组织作为自己搞政治操弄的工具 让世卫组织为其服务 俄罗斯著名病毒学家 世卫组织专家利沃夫近期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 世卫组织目前承受着许多压力 其中很大一部分压力来自于美国 世卫组织内部的人员受到的压力很大 其中包括来自美国人的很大压力 这些美国人做着一些事情 并且试图不让我们病毒学家 说出关于疫情的实情 美国持续给世卫组织施压 在病毒溯源的问题上制造杂音 国际社会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声音 对美国的这种危险做法表示警惕 8月5号菲律宾多位学者举办网络论坛发起请愿 希望促请世卫组织调查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 请愿发起人之一的菲律宾知名政治评论员赫尔曼劳雷尔表示 世卫组织提出的第二阶段病毒溯源工作计划 不符合逻辑 可能是受到了压力 现在世卫组织需要专注调查那些 由其他国家提供的线索 这是世卫组织目前最紧迫的任务 世卫组织可能是受到了压力 因为只把火力对准一个国家是不符合逻辑的 专家表示 如果此时美国把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 将违背病毒溯源的本意 不仅不能挽救更多的生命 反而会对世卫组织的全球抗疫工作产生严重干扰 而病毒溯源可以说并不是现在全球抗疫工作的重中之重 如果美国刻意地凸显所谓病毒溯源问题的重要性 甚至要把世卫组织的病毒溯源的工作带上一条歧路的话 那应该说对于世卫组织发挥在全球抗疫中的核心的作用 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 会削弱世卫组织的重要的影响力 和它应该发挥的积极的作用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